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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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那相对的是李宗盛 我们可以对照来看会比较清楚 李宗盛当然是重复的李嘛 因为上面是底下都是火 我们一起念 李 力真 亨 续聘牛 吉 离 离挂是一阵路通达 续阳母牛吉祥 离这个字本来是复离 依附在什么地方 就好像火它不可能独立一样 那提到续聘牛啊 很多人这样理解 说离挂是中间那个阳啊 阴阳是从昆挂得来的 这个基本上没有错 因为我们最近讲 潜挂昆挂是作为易经的门户 任何一个阳阳都是来自于潜挂 因为它是创生的一个开始 阴阳都是来自于昆挂嘛 因为它是完成 等于天生地成 然后万物才能够发展 所以这边就特别强调说 它是续聘牛 那么我们再继续看它的创算 创曰 离立也 日月立乎天 白骨草木立乎土 崇明以立乎镇 乃化成天下 柔立乎中镇 故亨 所以续聘牛 提也 这边最特别的是什么 崇明以立乎镇这句话 因为你前面说 日月复立在天上 日月在古人看来以为 它是挂在天上的 虽然它也知道日月在运行 但你平常看的时候 都觉得好像 如果没有那个天的话 日月怎么办 古人不了解这种什么 地球绕太阳传 地心犀利 万有运行 那易经再怎么伟大 它忽然写一句 地球绕太阳传 在古硕也被删掉 说这个字 这个字 乱写写错 对不对 所以这没办法 再看 那么白骨草木呢 复立在地上 以双重光明来 复立于正道 这是关键 代表什么 人不能够像天立万物一样的 只是活着而已 我复在地上 因为人也是跟万物一样 复在地上嘛 对不对 我们人不能离开土地啊 但如果说你说人也是这样的话 那人有什么特别呢 就在这里面就看得很清楚 圣人为什么有忧患意识 你学异心到后面戏实传 就是一个词嘛 忧患意识 为什么 因为人是一种特别的生物 他除了说活着之外 还要问活着怎么样才有意义呢 这是最大的关键 所以在这个孟子里面 就说得很清楚 而姚舜很担心 救命这个谢为师徒 让他教老百姓五伦 像这个就是古代的圣人 他幽患 在中庸里面也说 天地虽大 人有所悍 遗憾的悍 所以这是儒家的特色 儒家的特色就是 看到人在万物之间呢 但是人又不只是万物而已 万物只要凭本能就活着吧 对不对 我是哪一种动物 生在什么地方 你只要不要破坏地球生态太严重 我在这边传统接代嘛 老鹰就是老鹰 熊就是熊 鲨鱼就是鲨鱼 这个是动物没有问题 那人不一样啊 人可以在任何地方生活 但不能只靠生活就成为人 他还需要什么 教育 叫做正道 所以古代的圣人呢 一定是忧 或是遗憾 或是忧愁 加起来变成忧患 所以孟子也说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什么意思 在忧患中人可以生存 在安乐中人就会灭亡 生于忧患 所以像这种儒家的忧患意识呢 也可以告诉你什么 千万不要幻想人性本善 如果人性本善 你为什么要忧患 你忧患就是因为 人性有它的特色 有它的困难 需要好好的去把它导正 还记得蒙挂吗 蒙以养正圣公也 你在小孩子起蒙的时候 给它正路去走 将来可以成就圣人的工业 所以这是基本的观点 我们今天学儒家 或学易经 你没有掌握这一点的话 等于说错过它的重点了 等于是说你都没有注意到吗 人的社会是不完美的 每一个人都有弱点了 所以你在人的社会 你首先要做的就是 设法找到一条正路 你只能要透过好的教育 让每一个人走上正轨 这个时候你如果前面 加上一个头 一个帽子叫做性本善 这后面都 根本就开展不起来了 所以我有时候 常常讲性向善 不能说性本善 实在是因为 你把这些经验都看了之后 你就会觉得无法去想象 也不太愿意去忍受 这种本善的观念 所以我也常常强调 西方2600多年的哲学家 没有一个人说人性本善 他们都不用工吗 他们都比较笨吗 不能让想 西方哲学家 精彩的多的是 马克思也是西方哲学家 是不是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了解 他这个关键在这个地方 乃化成天下 这边是 崇明与利乎正 来化成天下 那么 这个 梨挂里面呢 最好的当然是六二 它的主要 我们现在先看它的大象 像 曰 他说明两座离 大人以济明 躁于四方 济明是什么意思呢 济明就是代代展现光明 继续的 就是你不能只有一个光明哦 一定要有连续的好的领袖 才能够让它上回到 在轮运里面有一句话 孔子说了 这曰 善人为邦百年 亦可以 圣禅去杀 这听得多可怕 他说好人啊 治理国家百年哦 百年一定是五六个 因为每一个人最多统治二十年嘛 就是你这个到了五十几岁 当统治者 二十几年换别人来 百年至少有五六个统治者好的 一路接下去哦 国家才能怎么样呢 做到四个字 圣禅去杀 残根杀这两个字 就代表古代社会残杀 所以孔子说 善人为邦百年 亦可以圣禅去杀 哎呀 这看了就难过 所以古时候老百姓的人命啊 完全不被重视 讲得好听啊 名为贵 名为邦本 但这都是理想啊 真正有权力的时候 这种下节伤奏 一度下来这些暴君啊 他杀人根本就 真的是不大一回事啊 这个想到就觉得是很惨 我们都比较熟悉的历史 战国时代 这个 这个长平之役 秦国军队打败了赵国 我们小时候念书是坑杀造足七十万人 后来专家说没那么多 七十万人有多少 你知不知道 你有没有概念 那怎么去坑杀啊 这是这个事 叫他们挖坑 自己跳下去活埋 后来说是七十万人是没有的 二三十万是有的 你说二三十万人呢 跟我们一样的人呢 一切因为打败仗投降的 全部一下杀光 我们现在去谴责希特勒 说他杀了六百万犹太人 那这当然是太可怕了 他是屠杀义族啊 把犹太人当作义族来屠杀 他的名义是什么 我们是要替人类服务 把这列等民族给消灭 把犹太人当作列等民族 有没有搞错 三个犹太人就改变人类历史 第一个是耶稣是犹太人 第二个是马克思是犹太人 第三个是爱因斯坦是犹太人 那在希特勒看起来 这是列等民族 为什么 他其实是怕他们 这个世界上几个人敢瞧不起犹太人 你到华尔街看看 今天世界金融风暴 还不是犹太人在里面有风暴 纽约时报后面的大老板也是犹太人 纽约时报 是不是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说 这个人与人之间啊 基本上 如果没有尊重别人 作为一个生命的话呢 你一旦有了权力之后啊 太可怕了 所以孔子那时候讲这个话 我们有时候读古代的经典 会觉得奇妙淡写 背的时候也在背 子曰 善人为邦百年 亦可以圣餐去杀仪 摇头晃脑背完毕了 你知道后面什么意思吗 是不是 就是孟子见到那个梁慧王的儿子啊 叫梁襄王 第一句话就说 旺之不是人君 就指这个 心上位的梁襄王 为什么 他一见面就问 天下怎样才能安定 孟子说 统一就能安定 他说 怎样谁才能统一 孟子说 不是杀人者能一知 不喜欢杀人的人就可以统一 你看这个话跟这个连在一起 你就知道了 从春春到战会 一路就这个字 杀 是不是 所以我们中国古代社会 你说他都完美 谁敢说中国古代社会 是一个理想的社会 你最好不要身在古代 对 我常常看到那些大臣 那你念孟孟思想 你就会发现 谁给你跪啊 你要孟子跟他跪嘛 孟子见齐宣王 谈了几次以后 齐宣王才认 寡人有急啊 看到没有 孟子没病哦 齐宣王有病啊 有什么病 三个病 很严重啊 好色好勇好祸 所以别人的这种国君啊 见到孟子 是承认自己有病 是个病人 是个病人 所以别人的这种国君啊 是承认自己有病 是个病人 后代的念书人都是承认 这是沉醉该万事 这是太上圣明 无法万岁 你说这是儒家吗 你把说中国后代 真正的发展 这些念书人的表现 都归给孟孟公平吗 完全不公平吗 所以我们这边这个是 多发挥了一些有关这个 寄民造于四方 说明这个做官的人啊 真是老百姓的父母啊 事实上天子这个词啊 最早就出现在上书红饭边 里面就讲天子做民父母 就四个字嘛 天子就是要做老百姓的父母亲啊 有父母亲会虐待子女的吗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古人都没做到呢 说明这个儒家这种理想 古人的理想 并没有真的实现了 差得很远很远 好我们看初九意思念 初九 旅错然尽知 五旧相约 旅错之境 已必旧也 脚步重规重矩 说到这个脚步没有问题 这个旅啊 在这个粗的位置常常出现 像昆卦 初六 旅霜 兼兵之 那边旅出现啊 所以这边讲旅 旅的脚步重规重矩 你说为什么需要重规重矩呢 因为基本上进入到离挂就是光明嘛 当光明展现了 这等于是在大众之前啊 你走路当然重规重矩了 要采取恭敬态度 因为你知道自己的位置啊 最低 那么位置最低的话 你就采取适当的方式 所以没有灾难 所以这是这个初九 他位置也正 没有问题 我们再看六二是主摇了 我们一起念 六二 黄黎元吉相悦 黄黎元吉德中道也 看起来跟昆卦的六五很像嘛 昆卦六五是黄昌元吉 多么简单明了 所以黄这个是代表中间的颜色 就跟在六二 六二在中间嘛 所以它是黄色的复利最为迹象 那什么叫黄色的复利呢 就是黄色是我这个位置应该有的颜色 它代表土地颜色代表非常顺从 非常柔和 而这卦是黎卦嘛 所以我什么样可以靠 我就设法去靠 我不要强制出头 说我来做主 那这个时候你就圆吉 因为得中道 懂得居中之道 在这个位置就做适当的事 上面就开始不好了 为什么 因为火的效应开始出现了 我们看九三 九三 日热这里不吉否而割 这大蝶之皆凶下月 日热这里何可久也 这里我们看到什么 吉否而割来了 古否而割 太阳西斜的复利 你说为什么九三就是太阳西斜呢 因为底下这个黎卦是一个完成的 对不对 你说初九六二九三是一个黎卦 他小的黎卦完成就要将太阳到偏的 偏到上面去了 因为黎就是日嘛 太阳 好 太阳西斜的复利 你不能敲着瓦盆唱歌 就会发出垂脑之人的哀叹 两个选择 你选哪一个 什么叫做古否而割呢 敲瓦盆唱歌代表乐天之命 随遇而安 比如说我现在已经这个退休了 我就集古否而割 敲着脸盆唱唱歌 自己这个安享晚年 不要有什么图谋 很多人就是没有办法收敛 该下台的时候不能够接受这个事实 有些人看到说 这个 我有时候也在想 如果阿扁在2004年 没有用两颗子弹选上的话呢 他今天会坐牢吗 肯定不会 看到没有 你第一任选上 你第二任没选上 连战宋史玉上来 当然与人为善 算了 你贪也贪不了多少 就不跟你计较了 那你再让你当四年 恶贯满盈啊 没办法 所以当时选上多么快乐 你想得到四年啊 这报应来得多快 你稍微有一点点智慧 你就知道说 当时下台很好啊 享受礼遇 说实在 当领导人 有些错误的 是可以了解的 但你不要做到 这么离谱的地步嘛 对不对 所以当时选赢了 以为是成功 里面就是失败的开始 结果后来连战的声望 反而更高 那么 苏东坡给儿子洗澡 就写一首诗 人间养子望聪明 我被聪明误一声 唯愿孩儿于解鲁 无灾无难告公亲 对不对 有谁敢说比苏东坡聪明啊 古今中外 大概没什么人敢大声说 每个人养儿子都希望他聪明 但是我被聪明误一声 苏东坡本身被聪明误了一声 现在呢只希望这个小孩子啊 鱼且鲁 鱼且鲁是有根据的哦 孔子讲 孔子的学生四个 采野鱼 深野鲁 尸野辟 游野燕 前面两个鱼跟鲁 他说我希望这个孩子啊 又愚笨又迟钝 但是无灾无难到公亲 这是父母的梦画 你孩子又愚笨又迟钝 怎么可能做到公亲呢 公亲是这个是总理的位置了 又无灾无难 怎么可能 所以像这个就是很多评价 有时候成败得失啊 你不能只看短暂的阶段 还要看这个全面 所以在这边说 你不能敲着瓦盆唱歌 就会发出垂老热人的哀叹有凶祸 就你不知道退下来 那么什么叫做大蝶呢 蝶是八十老人 一个人到了八十岁的时候 大家要被探了嘛 九三居下挂最终的位置 有如日薄西山啊 太阳接近西山啊 因为太阳 我们认为 以前认为从东边升起西边下去嘛 好我们看九世最惨的 我们先念 九世突如其来如 焚如死如气如相悦 突如其来如无所容易 你看 九世为止那么惨呢 贸然闯下的样子 灼热的样子 美女的样子 背弃的样子 因为九世啊 是上下挂之间 下挂是火 火往上烧 上面也是火 双重的火 九世正好守堂其冲 它位置又不好 它九世是 这是什么 洋洋在柔味 所以在这里就说 他突如其 位置不忠不正 在二伙之间 焚如死如 为什么把气如放在最后面 各位可以猜想一下 一个人最惨的 倒不是死亡 因为死亡每个人都会碰到嘛 最后都会碰到 一个人最惨的是死亡之后呢 民生被人家唾弃 最惨 你说你壮烈成人 给你好的名声 那至少你在天上或地下 你的心里觉得安慰 你看我的名声 至少子孙啊 可以得到一些庇佑嘛 但是死了之后又被弃辱 所以有部电影呢 这个很好看的 我是看了不知道几遍 这里翻一翻 我们翻成神鬼战士 这个角斗士呢 最后怎么死的 罗马皇帝啊 这个手段很卑劣 知道他名声很好 受百姓爱戴 就准备把他杀了 但是你光杀他没有 皇帝要杀人太简单了 杀人之后他变成烈士 名声更好 那麻烦 所以皇帝认为说 你是角斗士是吧 我就给你角斗 但是角斗以前呢 先拿刀在他肋骨捅一刀 再让他穿上盔甲 所以老百姓在这么远看的时候 看不出来他已经被捅了一刀 受了重伤 然后让他穿上盔甲之后 皇帝本身也装成武士的样子 跟他格斗 就是说我这个皇帝啊 要亲手用剑 打败你这个有名的角斗士 让你名声被人家破弃 说这个人是失败者 人都崇拜英雄嘛 结果这皇帝实在是没用 就算把他弄个重伤 皇帝还是打不过他 当然电影里面也皇帝死了 真正的故事里面皇帝被没死 为什么 因为那部电影最大的特色 为什么让我看很多遍 那个电影开始的时候 老皇帝是谁 知道吧 你们应该知道 温总理说的他的书有名 大家都买来看 卖了几十万本 Marcus Aurelius 这当老皇帝啊 历史上柏拉图有一个梦想 叫做哲学家皇帝 最好让哲学家当皇帝 不然就让皇帝学哲学 当然皇帝是一般的用法 就是国君 他问说 为什么让哲学家当国君呢 因为哲学家才了解人性是什么 人应该往哪里走 能够给人类规划一个理想国 他是这个意思 那怎么办呢 让帝王来学哲学 这是柏拉图的幻想 但是整个西方历史上 只有一个人以皇帝身份 就是哲学家 就是他 那他自己公开承认 他说我哲学家 也没有尽很大责任 因为他没有时间研究嘛 他说我皇帝也没做好 他在位二十年啊 打仗打了十几年 那电影里面是说 他被他自己的儿子 这个勒死了 闷死了 事实上他不是那时候死的 所以电影就会编故事啊 有一部分是历史故事 事实 有一部分是他们自己编的 大家看了之后 会以为说 真的是这样发生的 这个有时候 就跟金融小说 对不对 大家都以为金融小说 写的是真的 朱元璋如何起来 早知道张乌记多好 张乌记当明教教主 所以后来变明朝 那张乌记如果是明朝 开国皇帝 那明朝一定比较好 他就不是姓朱 姓张的了 那这个都是受金融小说影响 大家分不清楚 例子事实跟那个虚构的故事 好 那么这边就可以看到九四 无所容裂 好我们再看六五 从前面 六五出替脱若清洁若即 相约 六五是即离王公也 若这个字啊 就是什么样子 什么样子叫若 六五为什么眼泪涌出的样子呢 因为九三九四六五 是一个互对 对为责 对当然也是口了 所以这边就要讲 他为什么流眼泪那么多呢 那取向上 离为木 六五在互对里面 对为责 就是出剃头若 哭得稀里糊涂 然后悲痛哀叹的样子 悲痛哀叹为什么 气阶若 气阶若 也可以就对话来说 因为对代表口 皆代表叹息 你这个口才会发出哀叹的声音 从这边看也可以 你能够这样就吉祥 所以你看看他很特别吧 你哭一场 你难过一场 最后反而吉祥 所以有时候你这个痛苦之后呢 就知道警惕啊 知道说情况危险 一收敛就没事 好 最后看他怎么结束 我们一起念 上九王用初真 勇家折手 莫非其仇 吴舅相约 王用初真 以正邦也 所以到离挂呢 到上九结束的时候 又是恢复正常的 为什么可以王用初真呢 什么叫王用初真 王一定是子 又五是王 上九不能称王 因为上九是已经退休的 或者太父 或者王的老师的下 可以说是王是六五 用上九来出真 那为什么上九可以出真呢 他是杨瑶嘛 他有点力量 并且在离挂呢 最上面呢 代表他召见天下 所有的一切奸邪之徒 等于是 我在光明的最上方 我看得最清楚 所以我出真 可以怎么样呢 会有功劳 斩了首领 折手是斩了首领 然后呢 或非其仇 俘获的不是一般的随从 丑代表什么 丑代表众多同类 叫做丑 丑代表一般的随从 而不是熟 这个是 所以他这边说 俘获的不是一般的随从 是大头目 所以他没有灾难 那么我们在后面看一下 为什么讲这么复杂的东西 上九云阳瑶居离挂之上位 可谓刚明之几义 可以照念天下的邪恶之徒 也可以采取武力蒸发 目力是为了正邦 所以说是有加 那么仇是众 只相从的同类人 所要俘获的兵家 已成处的不是一般随从 而是敌方的主要首领 因为离是甲咒是歌兵 所以有蒸发之上 从这里来的 为什么会打仗 因为离挂嘛 离挂来自甲咒歌兵 何况双重的离非打仗不可 所以最后面就把这个离挂 总结用上九来说了 好我们这一节就谈到这一节